各位同學好 接下來我們複習範例1 木箱的質量為10公斤 水平放在動摩擦係數0.5的地面上 若以陽角為θ等於53度 量 θ等於53度 量值為100N100牛頓的拉力F 使木箱前進了20公尺 射重力加速度是G G等於10 那麼請問拉力的做工 摩擦力的做工 那我們就來算算看 那這一題他是斜斜拉行李箱 那斜斜的拉行李箱我們就會習慣是把行李箱 習慣是把力分解 他的位移 後來假如他跑來這裡 他跑來這裡 好 我們來畫一下他的位移 他的位移租是20公尺 好 那麼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這個拉力的做工是多少呢 我們的做工呢是要算平行的部分 那也就是F平行去乘上珠 那F平行呢其實就是這段 F平行的大小呢 就會是F cosθ 根據這張圖 所以他是等於100 就會等於100 去乘上5分之3 結果是60 那他的做工則是60 去乘上20公尺 所以是1200 單位是交了 好這就是第一小題了 比較簡單 那第二小題就難了一點 因為第二小題他要算的是摩擦力的做工 摩擦力在整個過程中 方向應該是向左 我們用橘色來表示 這個橘色的就是我們的摩擦力F Fk 動摩擦 那我們要算動摩擦 那我們如果各位不知道什麼是動摩擦系數 就要回去看一下摩擦力簡介那個影片 那我們這裡直接用公式 動摩擦力的公式就是動摩擦系數乘上正向力 正向力是垂直接觸面的力 今天接觸面就是地板 跟木箱 那正向力就是垂直這個地板往上 正向力就是垂直這個地板往上 垂直往上的 這個就是正向力N 那一般來說正向力好像你就 同學會以為正向力就是全部的重量 全部的重量是NG 那今天是10乘上10 全部的重量是100牛頓 可是今天是不是全部都壓在地上 其實不是 其實它並不是全部都壓在地上 因為有一個力 這個F 這個F它其實有一個分力 是往上的 我們剛剛已經算了F它有水平分力 F平行 但現在要考慮另外一個 F有一個往上的分力 這是F垂直 那這個F垂直會稍微的 所以把木箱好像要往上抬一樣 可是它可能力道沒有那麼足 它還沒有到跟木箱一樣重 所以它還沒有辦法被整個抬高 但是它壓在地板上的力 應該是有所減輕的 壓在地板上的力應該是有所減輕 如果寫成中文就是F方向斜上 所以造成 造成地板 造成 壓在地板上的 力量 小於 重量 所以今天我們不能 直接帶100 因為這個100是它的重量 我們的正向力呢 不能直接帶100 本來我們會以為說 它就是壓在地上 就是它的重量 但其實今天不是 今天是比重量還要輕 那這樣就來算一下 到底是多少 到底它壓在地上的力是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看一下 這張圖 這張圖它有 受到 其實它有受到 兩個力 牽直方向有受到三個力 一個是它本身的重量 一個是F垂直 以及最後一個就是正向力 這三個會 合力平衡 所以 從圖中 可以判斷 這個 這個重量往下 去減掉F垂直之後 才會剩下來的 才是 繼續壓在地上的正向力 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算出正向力 100 減去 F垂直 F垂直 這個其實是 多少呢 F垂直其實就是F F sin 結果是100 乘上 4 就是 80 所以 底下的F垂直就是 80 所以 n就是 20 n就是 20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算 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 動摩擦力就是 動摩擦係數 去乘上 正向力 n 所以結果是 0.5 去乘上20 就等於10 所以呢 摩擦力終於算出來了 摩擦力是10 那我們的 摩擦力的做工就可以寫為 摩擦力 去DOT 位移 那結果就是 負的 10 去乘上 20 因為他們兩個方向相反 F K向左 20 向右 所以是做負工 所以結果是 負200 交2 這題比較難的是 在這個摩擦力的部分 各位可能是比較不熟悉的 好 那我們這裡 稍微做一下排版 來算一下 第三題 好 那麼 第三題呢 求 進攻 其實就是 合力做工 啦 做工的加總 進攻 做工的加總 好 所以今天我們算了兩個工 第一個是摩擦力第二個是F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加起來 F的做工再加上摩擦力的做工 結果就是 1200 再加上-200 就等於 1000交2 那 那 正向力和重力都跟 位以垂直 所以不做工 所以做工的就只有 外力F 以及摩擦力Fk 那 就把這兩個工加起來 就是進攻 進攻就是1000交2 所以 我們可以做工的 做工